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所說 最少有五千名國民警衛軍 將會一直駐守在首府華盛頓 去到三月中巡 很明顯拜登就是怕有人謀朝散為 如果他不是心裡有鬼的話 他就很應該在就職典禮結束之後 送回國民警衛軍返回他們原屬的州 現在留著人在 無非就是要來阻擋有可能出現的民變情況 第二宗消息 就是特朗普總統專屬的前任總統辦公室 已經在佛羅里達州那一宗正式成立了 至於他的一名親信 前駐德國大使 格瑞奈爾 在接受Newsmax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透露特朗普總統 有意在四年後再次敬逐總統的大位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實際上拜登自從上任以來 他所推行的多項政策 都可以說是倒行逆施 而且也激起了不少的民憤 包括了的就是 他一上任馬上就停建了美加基石 XL輸油管道 就已經即時令到幾萬名的工人失業 拜登做這件事 無非就是為了向他那幫幕後的利益集團 來去找付 但是他自己也是深明一件事 就是這樣做 肯定就是會為了社會 構成了很大的不穩定因素 因為你幾萬工人失業的時候 在現在 武肺大流行的情況下 他是很難 很快地轉職 他肯定有一幫人 就是變了長期失業 你這樣搞的時候 那幫人會做些什麼 很難說的 再者就是 你拜登 上台之後 就賣掉了 Antifa 和這個BLM運動 那幫人已經在全國各地民主黨執政的州 開始 起勢搗亂 州市又會衝擊民主黨在各州的分佈 又或者是衝擊州政府 全部都是堵住民主黨而來的 而且這幫人的口號 已經改了做要求拜登下台 拜登當然 很多人就說他痴呆 但是他面對利益有關的時候 他真的不笨 他一定知道自己的位置 就未必坐得穩 好了 在1月23日的時候 根據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份報導 就說至少有五千名的國民警衛軍成員 將會最少駐守到三月中旬 在華盛頓特區那時候 國民警衛軍就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目前 僅如有七千多名的成員 是繼續被要求駐守在華盛頓特區 到了三月中旬的時候 人數將會進一步減至五千人 他們還說 正在向州和聯邦的機構 提供安全 通訊 醫療 和後勤方面的援助 目前國民警衛軍的成員 就被安排 在國會大廈各處駐守 他們在接下來的時間 將會繼續和國會大樓的 警察合作 共同保護立法機關的安全 這個就是國民警衛軍的聲明 但是大家一聽就知道 你搞什麼 安全通訊医療後勤的援助 需要五千人那麼多 五百人都已經有得了 正一是多什麼 五千人很明顯 不僅僅提供 聲明當中所說的服務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要保障拜登的安全 使得 不要有人成功地謀潮散衛 我認為這個才是真正的目的 如果你說部署五千人那麼多 在守府裡面 這是極不尋常的事 自從戰後 華盛頓特區都未曾試過 要駐守五千名國民警衛軍 上街巡邏 這個是太過誇張 明顯就不是在做什麼 安全通訊醫療後勤的事 而是怕有人真的搞民變 包括Antifa BLM 或者是失業工人 或者是憤怒的民眾 我不知道哪一份 但是總之 現在就不是由 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來主導 也不是由民兵來主導 因為現在這兩班人基本上 已經是靜觀其變 現在正在優養生息當中 大家就放長雙眼 吃花生 看看拜登如何解決這個亂局 現在華盛頓特區 基本上就變成了好像一個軍管的城市一樣 好像那些中美洲獨裁者 所搞的軍政府一樣 基本上就是跟民主原則背道而馳 因為當初你說搞這科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為了保障 就職典禮的安全 現在都過了十世 你就應該馬上撤走這班國民警衛軍 撤走安檢設師 撤走那些圍欄 那些圍欄比人高 那些民主黨人 那些國會議員 還不諱言地說 你應該把這些安檢設施 這些圍欄留下 是用來阻隔民眾的 你是代議士來的 你不是代表民眾的聲音 你主動要求把民眾和你驅隔 那你怎麼聽取民意 所以你說這不是跟民主的原則背道而馳 整班怕死鬼現在就縮了一塊 老實說 你這班傻子如果是真的靠軍隊來保護自己的時候 好心你對待軍人的態度就好一點 一方面就要靠人家來保障自己的權位 另一方面 又扔人家去停車場睡覺 你欣著那個寶女是從內部攻破 這些人真是 經常有一種精英心態 一味就叫人家不要歧視 自己就搞學歷歧 階級歧視 不知所謂 接著我們就看看特朗普總統的一些消息 他現在正在 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那裡休息 在昨天 他前任總統辦公室 正式成立了 發佈了一份公告 但是我相信 暫時來講 特朗普總統就不會有什麼大的動作 起碼會等到這個參議院 否決了那個彈劾案 不要現在有什麼動作出來 變成好像 比馬康奈爾那些奸黨有機可乘 我相信特朗普總統會再休息一段時間 因為根據他自己所說 他都說會休息一休息 其實在情在理都很應該 一個總統做了四年的時間 勤勤狠狠 都沒有休息過的 所以現在也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來回復那個精神 等到參議院是否決了那個彈劾案之後 我相信特朗普總統就會開始有動靜 而這個前任總統辦公室 肯定會為特朗普總統來打響頭炮 一定有東西看得很精彩的 未來幾年 所以我們一定要拭目以待 那至於特朗普總統的一名親信 前美國駐德國大使格瑞內爾 在接受Leon's Max 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提到 特朗普總統 其實在意義上 仍然是共和黨的一個首領 這個就是毫無疑問的 因為他仍然是最受到共和黨人所歡迎的政治人物 他的決定將會主宰共和黨的命運 這個我也相信是這樣的 因為你說那些 共和黨裡面很多流派 比如說布殊的流派 那些所謂精英派 建制派 那些人是有在黨裡面 掌權的一定人數 但是 大家看到的基礎民眾 一直都是支持特朗普總統的 甚少聽到有些基礎民眾 是支持那些所謂精英派 或者是建制派 不是說沒有的 但是形成了一股勢力 出來被人看到 格瑞內爾前大使還提到 說特朗普總統多次親自跟他說 確實是想再次競逐總統大選 前大使就說 現在就要看看 特朗普總統的心態會不會保持不變 以及如何實現 前大使還認為 他們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下去 其實格瑞內爾前大使的這番說話 就跟當日 特朗普總統的一位孤級顧問 叫做 他所說的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說特朗普總統 是想在2024的時候 捲土重來 Miller還說到2022年的時候 特朗普總統就想 幫共和黨 重新掌握著 國會的參眾兩院過半數 我相信他兩位所說的都是真的 因為他都是直接引述特朗普總統所說的 所以 照這樣看來 特朗普總統就應該是會爭取 在共和黨裏面的主導地位 而不會說 專門成立一個新政黨 因為 他成立一個新政黨的時候 其實他很多事情要搞 包括黨的基礎建設 因為現在共和黨 他已經成立了很長的時間 他那個基層黨部是非常穩健的 如果 如果是特朗普總統繼續在共和黨裏面做事實上的首怒的時候 那就會比起他重新建立一個新政黨方便很多 當然接下來的四年他都會有挑戰 比如說他如何排除在黨內對他的攻擊 或者排除其他流派的一些影響力 我相信他一定會做得到 因為那班人其實都是細菇力藥的 馬康內爾 羅姆尼那班人 因為基層群眾多數都是擁護特朗普總統的 第二個挑戰 正如上次Miller所說 特朗普總統是會致力於 確保得到下屆的選舉 是會有選舉誠信的 Miller就說特朗普總統是會跟州議會來談 我相信主要都是談一件事 就是你那個投票的模式 你會不會學得像德州那樣 用回傳統的方式來投票 而不好用一些投票機 我相信在州議會方面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就好過直接接觸那些州長或者州務卿 因為那班人其實很容易 有個念頭歪了的時候 他們不會理會你的 因為那個人數少 但是如果你說到那些州議會的議員 由於他定時定後兩年 他就要換屆了 所以他要直接面對那個民意 那班人是會比較反映得到那個真實民意多一些 就多於說那個州長和州務卿 所以應該是會異話為一些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 既然特朗普總統他可能會有這一方面的意向的時候 也唯有是 祝福他 沒有理由說 那樣不行 那樣不行 如果什麼都不行的時候 就什麼都不用做 我相信 他既然走這條路的時候 他也會有一定的把握 其實都沒有辦法的 也要尊重他的意見 因為如果貿貿然成立一個新政黨的時候 他那個風險都會很大的 隨時去到下屆就算給你公平選舉都會變成攬炒 所以如果他真的2024年的時候再次代表共和黨出選 我相信他那個當選機會就一定大過他自己 組黨出來選 因為當他組黨的時候 共和黨又組黨 共和黨他爛船都有三根釘 在核旁雙爭的情況下 可能會如人得利 你又只能監獄民主黨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尊重特朗普總統的決定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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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